川普会这么生气 起来有字 因为美国是目前全世界疫情最严峻的国家 不管是确诊数字还是死亡数字都是G冠 过去24个小时又暴增了2万2千多人病故 累计死亡人数突破了2万5千人 那么有超过60万人感染 重灾区是纽约 疫情来到高峰之后 目前是趋缓了 住院人数还有这个是从疫情爆发以来的首度减少 另外插管的重症患者数量 也是一天减了14个人 这是4天以来第三度减少 不过针对总统川普昨天声称说 到底这个城市是不是要解封了 是不是现在疫情减缓了呢 最终的决定权都是在川普的手上 纽约州的州长郭默今天则是给了软钉子 他说川普的权力说是违背了宪法的民主观念 但是自己完全愿意和总统合作一起来抗议 接着带来关键的是欧洲疫情的部分 意大利还有西班牙是比较趋缓了 但是英国却是持续的加剧 累计确诊已经破了9万4千人 死亡人数甚至超过了1万2千人 甚至这个死亡人数还不包含在长照机构的死亡病例 爆量的病患再加上防护装备短缺 让不少第一线的医护人员就中标了 好有名重症医师就哭诉 他照顾的病患当中有一半都是自己的同事 他质疑这是因为英国政府给的防疫物资太不够了 武汉肺炎在全球多走了至少12万6千条的人命 那么科学家现在正忙着在研发疫苗 不过我们台湾和澳洲的共同研究却发现 在印度分离出的一个病毒株出现突变了 所以可能会让疫苗研发徒劳无功 根据受到武汉肺炎疫情肆虐的影响 美洲原住民独特的跳